我们有一个呢 位置的equation of motion OK 位置的equation of motion呢 我们就 equation of motion OK那我们是从哪边 从Newton's second law 来得到 那在这个问题里面呢 我们会有一些initial condition initial condition 比如说 X0好了 我们有好几个 反正就把它写X0 我们的目的呢 是希望把它解出来 希望在知道起初状况下面 来预测未来所有的状况 中间我们就要给它一个 一个转换矩阵 我们称之为propagator 当我们遇到问题完全都是一样 什么问题呢 这个的解法呢 很困难 OK 这边先写中文 比较简单 很困难 我这边再画一个 之前呢 我们在大学部学的pde的时候的问题 也一样 我们呢要是写一个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不管是位 function 或thermal energy function 或scheding equation 我们进入面临呢 都是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求得他的解 我们要知道判的手术形是什么 但问题这条路下来呢 非常困难 然后我们怎么做 以前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用很简单的一个什么 变速分离 比如说这招行得通的话 separation of variable OK 我们就把它转换成为怎么样 联力的 ode pde不会解 ode总是会解吧 ode比较简单啊 pde是很难的一件事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怎么样 分别解pde 解ode 这时候解呢 我们可能需要用到一些什么 boundary condition 或是initial condition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加在这边 就可以解除一大部分的 解除大部分的ode 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之后没有办法啦 有些解不出来管它呢 先把它排在组合 组合 组合成一个答案呢 上面还是有些微致数 之后呢 我们就利用initial condition 以及正交特性 然后呢 抱歉这个我可以写下面 让它呢 从这边push到最终的答案 也就是说我们既然无法一记可就 把答案解出来 那没关系 我们找个替代道路 我们发觉呢 在大学部教的这个最简单的方法上面呢 非常适用 对不对 就好像呢 各位现在在学电动一样 电动喷到问题呢 都是偏微分方程 偏微分方程谁会解 当然很难解的 那我们就用变速分离法 把它变成连立方程式 ODE好解多了 ODE解完了 再组合 组合在一些还没有解完了 凑一凑 答案就跑出来 我们的目的也是一样 假设直接要从Newton Second Law 把它解到这个样子呢 非常困难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好像我们有 尼修肯定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可以提出 它一个坐标系统 一跟二的坐标系统 现在我们就希望转换 transform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I 几二的 这个不同的 模式空间 你把它叫做像空间也可以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到face space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非常轻易地得到一个solution 然后我们再从这个solution construct you 打案就跑出来 OK 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在上课 讲couple oscillator oscillator的一个方法 但是事实上啊 我们是不是所有的问题 都应该要求到最后面 才叫做求到倒塌的阶段 未必啊 我们常常求到中间啊 我们要的information 已经有了 你要寻求了这个答案呢 对你觉得很重要了 已经找到了 那就不用再下来了 OK了 这样就好了 所以呢 基本上 我们只是如何找到一个空间 能够让我们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很容易求得它一个状态 对不对 它是独立的 而且互相当中都是独立 导致于我一开始这个的一个equation of motion上面的matrix呢 我可以把它怎么样 diagonize 那问题就简单了 OK 这些基本上都是数学 好 那讲到这边呢 我们到时候解真的量子力学的时候 里面一些简单的问题 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知道这个大学部都有做过couple oscillator 对不对 好几个一条线上绑了三个蛋白 那拉着 这个蛋白在动的时候 很快它就引起其他一起动 最后会形成一个共振模式 对不对 对 婷玉她说 她下个礼拜要带一个共振模式的东西 的一个展示品 来让大家看一看 反正很多人 大一生大二都被迫做这件事 对不对 但是做完之后 你发觉对你帮助很大 OK 好 那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要来复习 这个古典力学 我们凡事都从古典开始 因为古典呢 是我们对这个物质世界啊 最基本的一个认识 它还是发展非常完整的 它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状况呢 可以更容易求得这个解 今天我们讲这个 review这个classical mechanics 我们并不是要叫classical mechanics 但是我顾虑到说 我们在做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修过classical mechanics 所以简单的部分呢 我会稍微提一下 提一下我们要的概念 东西怎么转 OK 最后面呢 在量子力学才会大量的来运用这个idea 那基本上我安排了两个作业 这两个作业呢 你说很好做呢 两三下就做好 但是你想不通呢 它就永远卡在那边 OK 我希望解纳两题作业啊 你们可以发挥这个群体的功能 大家一起讨论 告诉我们 这题目在问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样说 OK 所有的资讯呢 都在你们的课本上 上面 有问题就翻课本看 所有的答案上面都有 OK 假设呢 翻完看不太懂 再去翻翻看 现在在修古典力学 叫Ghostland的这本 对不对 上面怎么讲 好 那我们就开始讲 我们要从怎么样 Newton Second Law 出发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要前进到 Lagrangian Mechanics 再前进到 Hermia Tonia 最后 就到我们要第二个问题 Quantum Mechanics OK 今天我试着从这边讲 这边讲 讲到这边 大部分的都会讲过 有少部分很简单的 你们就回家自己看就可以 OK 好 我们看看 什么叫NewtonSecond的Mechanics 当然 它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Second Law 好 Second Law 就是刺激能力反应 Summation F Equal to Ma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上次呢 针对Coupled的呢 我们就已经解了 对不对 它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假设 我们有个例子 这个是X轴 先假设 先假设One Dimension 然后你这边会有个胃能 假设你有个胃能 是类似这样 好了 这个是V 假设这个例子 在这上面运动 它可以往这边前进 或者往这边前进 是不是Dependent 它所在地方的胃能 会对它造成什么样的作用 对不对 所以呢 根据量子力学呢 刺激等于反应 或反应等于刺激 你们课文是写反应等于刺激啊 那我们呢 就可以很简单的 把它写下来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这颗例子本身的什么 加速度 对不对 那我就是M D平方X D T平方 很简单 刺激呢 刺激是谁 由谁来的刺激 我们知道 你有个跟位置有关系的胃能 把这个胃能 对空间微分之后 你就会得到个力量 当然这个时候 既然它只有一个变数 那就不要用partial了 我们就变成 DV DX 对不对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古典力学 那么假设说 这个式子呢 已经给了initial condition OK 比如说什么 initial condition 比如说 t initial的时候的位置 t initial时候的速度 假设是这样子 我就可以怎么样 去预测 它下一个步骤 它应该在什么地方 我就可以预测 那这个时候就代表 一件事情怎么样 我可以把它这个路径啊 比如说 从一个地方 前进到这个地方 的路径 假设是真正的一个空间的路径 我可以定义出各种路径出来 那么 但是没关系 我真正在走 我是根据它的反应 我现在受到一个 比如说 放在这个地方 假设这真的是重力场里面的范围 那它一定要往下滚啊 对不对 往下滚完之后 会不会翻过来到这边 就要看看这一路上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 initial condition是怎么样 它在这边是不是只是位置 而没有速度 还是在这边也有个速度 就是这两个initial condition 然后 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解得啊 在古典 cl是代表classical ok initial condition 然后往前移动一点点 往前移动一点点就好了 它是不是等于刚开始的这个 再加上什么 速度 刚开始的速度 乘上很小的一个时间体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等速运动时候的行为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最简单的 比如说x v是不是等于dx over dt 对不对 那我就把它积分嘛 积分完之后呢 你这边是不是就等于xf减掉x initial 乘上v delta t 乘上个t 对不对 所以呢最后得到xf等于x initial 再加上v delta t 就你经过多久 假设从0开始算 那就叫做t 这个没有什么 这只是一维运动 意思就是说 我一旦知道这个位置了 我离开我原点一点点的位置呢 我可以知道它可能会往那边走 因为它受力方向 我们知道就可以计算出来 所以我知道 持续的算 持续的算 一步一步慢慢的走 最后面 我是不是就走到 它应当走的终点 没错 对不对 只是这样看起来 这个计算好像蛮难的 因为你要算很多很多很多步 才算过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OK 我们就想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做 当然目前这个写的 这个只是很简单的一个一维运动 我们可不可能有真正的多维运动 只要你坐标系统选得好 我们物理系最后就是猜东西 我们就把它的 按照各个独立的桌标系统 把它给拆开来 那么假设是什么 more than one N个 dimension 它在一个configuration space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有个空间 是由这些轴来决定的 configuration 也就是说指的是你的位置 你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速度 你也知道 OK 那你怎么样组成 比如说我讲是N颗 一个亚佛加学常数的颗粒 那不是六成十二三次方格吗 那每一个所在的地方 你都知道它在这个时候的位呢 你就可以预期你自己要怎么运动 然后就可以开始算 所以最简单的算法就是什么 像我们一个称之为 Molecular Dynamics 用分子动力学它下去计算 它要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这看起来也没什么 对不对 那你只要把它按到空间 解析出来 你就会得到 D这个物质 它本身的 干脆给它平方好了 加速度 它本身的反应 要等于刺激 刺激就是你所在的地方 这个位能在你这个轴向上的变化度 就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V呢 会跟N个坐标轴有关系 对不对 这叫2.1.2 我按照你们课文编号 这个叫做2.1.1 OK 这个看起来都很简单 那我们现在呢 要开始把眼光 稍微转一下 转到了Lagrangian上面去 Lagrangian是在干的 你发现很复杂的系统 用Lagrangian来解 可以变得很简单 但坐标要选对 所以单单去思考这个坐标 选对了 哇 就变得好简单 不用像这个Newton力学 算了个饱饭词 就最后都 都败在数学上面 但是他不会 那我们看看 Lagrangian 他是什么意思 他是说 假设呢 我们先这样写一下 抱歉 前面字太小 打Lagrangian Mechanics 假设你知道你的其实的点 在Initial Time的时候的位置 知道 你也知道你要跑到哪边去 当然这点就有点诡异了 我怎么知道我要跑到哪边去 以古典力学来讲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跑到哪边去 我完全看这个 未能 怎么样对我造成一个 影响力 我就跟着影响力走嘛 我需不需要先知道 我可能到哪边 不需要 但是Lagrangian呢 你要先假设这个例子很聪明哦 他还没有出发之前 好像我们从这个学校 还没有出发之前呢 我就知道我要到台北 或者是我要到台东 但问题是怎么去 哇 好多条路啊 对不对 我们有一条高速公路 我们可能会有一条呢 平面道路 我们可能会有一条呢 风景秀丽的道路 他这边很多条道路 Lagrangian他说啊 这个particle啊非常聪明 他知道要选择哪一条 假设那一条 可以达成他什么 the least action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他就有一个机制告诉我们 这样子你就会找到那条路径 假设就是这条 哇 第一件事情我就想 哇 好聪明啊 他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看过乃克电子 他会思考 跑到这边决定 嗯 我不要来这边 我要到隔壁去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说到底他这个怎么假设呢 为什么这样假设 就就可以呢 好神奇啊 我们先看看他怎么算 好不好 好 我们先看他怎么算 第一件事情 他先定义一个 叫做Lagrangian 第一件事 How to do it 记不记得 最近Discovery都有个节目 How to do it Brandial Fabricate 就是什么 制造工厂 他告诉你 好多东西你看得到 你都不晓得怎么做的 他到工厂去 让你看看他怎么做 好 第一件事情 他定义一个叫做Lagrangian 这个大L 他本身呢 定义三条线 是动能 减掉未能 所以这个是什么 The Potential Energy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他的什么 Kinetic Energy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称之为 The Lagrangian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先不管他有什么好处 反正他就很聪明 他就可以找到这个东西 我们待会看看 那这个时候 这个Lagrangian呢 本身呢 可能是位置的函数 比如说V 它可能是位置的函数啊 动能二分之MV平方 它是速度的函数 在某些特殊状态下面 连V都会变 随着时间会改变的未能场 那你可能有T 当然我们待会 紧接着讨论 我们都尽量 假设没有T 就是固定的 未能场 它就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好 那么在我们以下 in the following We consider 我们是考虑这个 我们把时间拿掉 OK简化一点 我们是考虑到 它本身的未能 不随时间变化 然后它开始呢 又定义一个东西了 哇 这个有个厉害的 又定义一个 叫做什么 the action 有一个S 本身是XT的函数 你位置会随着时间改变 但是它是这个X的显函数 是T的因函数 OK 对X明显相关 这个我们称之为什么 the action OK 所以这个X一看起来 它是个函数 是什么的函数 是X函数的函数 因为它里面是跟X函数有关系 OK 那么它怎么定义它呢 它定义是这样子 你把刚刚前面做的 Lagrangian呢 这个对时间积分 从哪边积分 从initial积到final 这个就是它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呢 在你们课本里面 编号是2.1.3 OK 它做的这件事情 到底是要干嘛 重点来了 第三个 它说 假设它是个物理系统 它要遵守那一条路径 有最少的action 这称之为什么 the principle of least action 当然有时候你会说 有很多东西都是很有道理的嘛 就好像我们要坐飞机从这边到美国 很少就直接从次到沿着这个横向就这样跨过去到美国 那因为地球扁的比较宽嘛 所以路径比较长 所以你都很喜欢走什么 北极路线 往上绕过去 感觉上在平面上面好像看上是一个弯曲的曲线 但在球面上它却是最短的路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时候呢 会用最短的路径来描述一个物理的现象 但是它这边把它叫release action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一件事情 假设呢 启动了xclt的这条路径 就是这个 用白色的看得比较清楚 这条路径 就是它最终找的 那么这条路径就一定是怎么样 the path for lease action 它一定会这样 ok 那么 这个时候怎么样 它旁边可能有很多条路径 比如说这条 这条是原来的 这条路径再加上一个一点点不一样 那这是旁边的路径 就其他的这些路径呢 只有一个地方跟原来的一样 就是在前后的点上面 对不对 前后点因为它连接的嘛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 旁边的这个路径 你怎么样去描述它 基本上它有个重要的限制条件 就是这个呢 在t init的时候 要等于这个在t final的时候 不管你哪一条 我那边画n条 头尾都是相接的 都是从这一点到那一点 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 ok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any other path 都能够告诉我们 我们有这个特色 any other path ok 我们给它一个同位格 就代表我们可能是 xcl t 再加上这个 t 那我们的这个呢 ti 会等于这个的 tf 会等于什么 零 因为最后它要没有任何差距 ok 这个就是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的准备 假设我们的函数 f呢 是x1 一直到达xn的函数 ok 那么 假设呢 有f 在什么地方 is minimize 有个位置 x0 也就是每一个位置 你都决定了 比如说x1 是在x1 0的这一点 x2 是在x2 0的这一点 它有几小值 ok 那我们就先对着 我们就知道 这个东西在几小值 地方的微分 一定怎么样 等于零 对不对 以一维空间来讲 以一维空间 假设这个是x 我们有一个函数 f of x 它的斜率呢 一直改变 在这一点的地方的斜率呢 水平的 水平斜率就是零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partial f partial x 一定等于零 在哪一点 这一点叫做x0 对不对 它一定有这个特色嘛 极大值也有这个特色 斜率 那我们的一般的做法 就是说 好 那我就对着那一点了 把它展开来 ok 比如说 我有 本身是在 几小值的这个点上面呢 偏歪一点点 记住 这个向量写的是 所有的这些变化值 那我每一个都偏歪一点点 ok 那简单的 第一件事情 先做tide展开式 tide展开式 一展开来 第一个呢 没有变化 我们对着最小的这一点展开来 那么第一个就是f x0 这没有问题 第二个呢 你就要把第一个微分 不过问题是 这个有这么多项啊 每一项都要微分 所以第一开始呢 先把f 对x 我看看 好 这边是给它个完整的 对f sorry xi 好 一步一步来 然后我们希望呢 你微分完之后 把它放在 几小值的这个值 比如xi 是xid 你就放在xid 在乘上 这个 函数 对不对 这边我也不要写 它跟t有个完整 就写个i就好了 但问题是 它有n个啊 所以你每一个都要做啊 n个变数啊 所以你就submissioni 等于1到n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什么 higher order turn 你可以一直 加上去 OK 无限制的加上去 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啦 在这一点它有几小值 几小值就是这个的微分 一定要等于0嘛 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这个的微分 一定要等于0 对不对 因为是mini嘛 OK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边可不可以用 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现在不是一个 function f 而这个function s 它本身是个function 本身也是个function 所以我们现在呢 先把它这个action啊 先把它偏移一点 比如说等于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它做 泰勒掌开始 ok 泰勒掌开始 那么泰勒掌开始 之前呢 我们看看action 是怎么定义的 2.1.3 它就是一个积分 从initial 到final 什么 la plus plus x 对不对 你现在变成 x cl t 再加上这个 t 这个前面的位置部分 它已经被我 用这个取代 而且呢 我认为它最小的地方 就在这边 所以我对着它展开 待会我会对着它展开 再来呢 xcl 的dot 速度 再加上 这个的 微分 对时间做积分 对不对 好 做到这个地方 我能不能继续做下来 我把积分保持 然后把它做tidal展开来 对谁展开 对技巧之展开来 跟那边一样 所以第一个 你一定是怎么样 只有技巧之的 这个位置 就只有这样子 这第一项 再加上第二项 第二项呢 要对着怎么样 它微分 微分 微谁 哇 微一大票东西 我可以对坐标微分 也要对速度微分 因为这些都是它的函数 对不对 它的变数 所以呢 我现在这边紧接着 就是说 第一个 对着谁微分 我先对着位置微分 微完分之后 我把它放在 我认为理想的 这个位置的点 在层上 这个 这个已经对 第一个位置微分完 你要再加嘛 就好像这边 有好多个dimension 你每一个都要加嘛 对不对 我现在呢 这边有两个dimension 一个xcel 一个xcel 所以第二个 对着它微分 一样 放在xcel 然后我再乘上 这个 然后再加上 higher higher order turn 一定是假 在这里面 我们要很注意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假设 这个classical 下面写seer 这个 是它action 最少的这条曲线 所以呢 无论如何 它本身都怎么样 本身都要等于0 对不对 本身都要等于0 那这样子 它才是什么 它的极小值 那不要忘掉 我们还需要把它划开来 积分要把它摆进去 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呢 我们要求取 极小值的时候 什么东西要等于0 当然是这两项要等于0 积分把它摆进去 你就得到 TI TF 然后把这两项 抄一下 第一个 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XT 这第一项 加上这一项 这个里面 这边是没有微分 这边有微分 我怎么样把它变数变换一下 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后面是这个 没有微分的 可不可以这样子 来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是个极分 对不对 它是T 不管了 这个先不写 那我们里面本来是 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X.t 然后呢 这个先不写 后面又乘上一个 这个的道 我们怎么来解这个积分 我们用部分分式的方式 部分分式的方式 部分分式是怎么做 我们有个地方呢 是采取 因为是对时间嘛 微分 有个地方是采取 积分 OK 我们要做谁 我们要做谁 采取微分的是 第一项 partial 我这样子写的 比较正 partial X.t 那后面呢 是这一项 所以这个一积分完之后 就变成没有这个道 这个微分完之后 多跑出一个T出来 底T 对不对 那这个积分就会变成什么 这个乘这个 减掉 这个乘上这个的积分 所以它就会等于 两个式子 第一个 partial Lambda partial X.t 对不对 等于这个样子 减掉 积分 这两个相成 对不对 它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一项是怎么样 这一项是对着速度 积分 反正它极小值的地方 对着它的变数 一接微分 通通都是等于零 不管是对着空间 还是对着速度 都是它的变数 这边是对着它的变数微分 那么在极小值的 这个状态下面 它一定等于零 是不是就变成 等于后面的这个 等于负的 这个积分 然后之后变成它 Right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一观察 就发觉说 这个东西永远都要等于零 那么 这个会永远等于零吗 未必啊 Not necessary Always equal to零 所以假如说 你有个积分 这个不会永远等于零 反正时间一直在变 那谁永远要等于零 瓜糊里面的 要永远要等于零 对不对 你就得到了 这个永远要等于零 那么这个是什么式子呢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 很重要的式子 当它在最小作用的 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这个式子一定要成立 这个是2.1.9 这个方程式 我们给它的名称 叫做 The Euler-Lagrange equation Equation 这个就是 Euler-Lagrange equation 那这要干嘛 各位解到这边的时候 知道 还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呢 现在啊 拿一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件事情 他做的这些干嘛 做的这些 就表示说 你就一定找得到 最低的这个路径 最少action的 这个路径 那我想问一件事情 我怎么知道 它这一套游戏之后啊 跟我们真实世界一样呢 How do I know 我大概可以 build out一套 很漂亮的游戏啊 对不对 跟真实世界不一样 就好像我们 打电动玩具一样 那我怎么知道 它是有效的 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看看 OK Proof 它真的足以描述 我们真实世界 而且它会等同于 牛顿第二定律 我们来看看 For one dimensional case 这个时候的T呢 假设是一维的 T就是动能嘛 二分之一MV平方 二分之一 X dot平方 V呢 就跟X有关系 所以在这种状态呢 我们一定得到保守力 因为这样可以写成 partial V partial X 就是指保守力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知道 这边告诉我们 L等于什么东西 L的定义是在这边 Lagrange就是 动能减掉位能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所以呢 Lagrange L 等于T减V 就等于二分之一MX dot平方 减掉V 好 我们开始把这个 带到上面这个式子看看 这上面式子有分两项 这边一项跟这边一项 我们一个个慢慢算 然后最后再把它凑起来 好吧 先试试看 Partial Lambda Lagrange Partial X dot 这个一分之后呢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这里面谁有X dot 只有动能减掉有X dot V上面有没有X dot 没有 所以一微分之后呢 会变成为MX dot OK 好 那上面呢 这个前面还有平方嘛 对不对 还有一个微分嘛 所以负的 D over DT的 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X dot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 对时间的微分 对时间的微分 我们先保留 对不对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后面这一项我们算完了 现在算前面这一项 partial L 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X T 你知道微分这个 谁有X 他有X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得到partial V partial X 你会有这两项 所以把这个叫第一项 这叫第二项 把第一项 and 第二项带到 2.1.9 你就会得到 Elo Lagrange Equation 就得以partial V partial X 第一项 就是 加上后面负的的这一项 负的那一项在这 减掉 D over DT M X dot 等于零 这是什么 我们整理一下好不好 它是不是就等于 M 假设质量不随时间改变 假设 那后面就不是 就变成为什么 DX dot的再一个微分 是不是D平方的XT 的DT平方 变成加速度啊 这个是这样 那负号呢 我可怕提过来嘛 它就变正号 它要等于什么 它这边是负的 所以它就等于负的 partial V partial X 各位看看 这个是不是牛顿力学第二项 运动的 确实 在意味它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就告诉我们 它玩了这一套啊 其实就是牛顿力学 只不过它回到这边来看待它 所以我们要将它稍微整理一下 让我们有个概念 我们好继续下去 所以呢 我这边呢 稍微来整理 我们的Lacrangean OK 那我们这个定义在这边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定义写一下 我们知道请求好 假设有一条路径 XL就是它List Action Define 一个叫Action 规定了 它会等于什么 TI到TF Lacrangean X X dot 对T积分 我们规定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让它的 因为它一定要是List Action List Action 就几小时 所以它的微分 一定要等于零 OK 一叶的导函数 所以呢 你就可以得到 一大票的东西 算在那个地方 这边是什么 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Xt 减掉D Over DT 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X T 乘上这个DT 但因为这个布 永远为零 所以最后的 你会得到一个 你要把它写成 很等式 也可以 由你自己 下去做 这个就是什么 Euler Lagrange Equation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编号 2.1.9 对不对 假设你是N度空间的呢 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完全类似的东西 D over DT 我再把M摆进去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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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要等于 Partial V Partial XI 它同样可以得到这样 你桌标系统选得好 它就遵守了 所以呢 这个就告诉我们 Lagrange 真的跟牛顿力学一样 它那好处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来稍微讲一下 它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把这个式子重整一下 重整一下呢 它好像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我们把D over DT呢 写在左边 里面就是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X 右边呢 等于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X 这是什么东西 假设它长得 它刚刚跟牛顿力量的定律差不多 那牛顿力量 我们说 这边有D over DT耶 所以感觉上这边是它的反应 右边要等于刺激呀 假设是反应的话 什么东西 D over DT会等于刺激的力量 动量对时间的微分 对不对 假设你一个MV 动量 最简单的 假设P等于MV 你把它 微分 是不是等于M DV DT 等于MA 嗯 这个不就是反应的吗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讲 我们就定义出一个 叫做Pi的 它会等于怎么样 OK 等一下 好可以 我把它写在下面 Pi的这个东西 我就把它写成 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Partial X I Dot 它代表的就是一个 momentum OK 以物理意义来讲是momentum 好像momentum 但是就好像我们先前讲的这个Vector Space 我可能没有规定它一定要这个向量 它可以是个矩阵 可以是任何形式 只要吻合这个我就把这个叫做P 同样的我也可以Define一个叫做力量的 OK 没有这个没有 右边这个就是力量 我就好像可以这样把它等化出来 假如说我们更进一步说 我不太喜欢这样 这个只是讲X 我喜欢把它转换到一个空间呢 这空间对我来讲很方便的空间 就好像我们上次在做Couple的这个Ocelator 你可以把它定义在每一个一开始运动的大小的这种解法 或者你把它转换到的集体模式上面叫做一个空间 从那边下去解 那就变得很容易 最后再转换回来就好啊 我可以定义一个广义的空间 抱歉这个也是Q 那这样子的话 我这个是不是就等于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QI Dot 这个就等于什么 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QI 对不对 我就可以这个样子啊 那我把这个结果啊稍微操一下 所以呢这样一来呢 我再把下面这个式子重整一下 D over dt 重整成我们比较容易有感觉的 QI它是个广义的空间 QI Dot是广义空间的一个速度 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你会有个moment定义的 好像Canonical Momentum一样 OK OK 这个呢 这个呢 Canonical Forces 不我们叫Generalized Forces 它未必是一定要是力量 OK Generalized Force OK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了 相当于你要知道它的动量 很简单 我只要Lagrange出来 做一次微分 答案就跑出来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它力量的变化 我只要对着坐标 做一次微分 答案就跑出来 就等于说 假设你知道了 你需要是这些资讯 这样就够了 然后从这边你就可以建构出 最近的这条路 那我们可不可以更进一步来看 Conservation Law呢 它会不会Conservation呢 假设像个力量一样 我们以前有没有讲到Conservation Law 有啊 好像古典里面一样 什么时候动量会手痕 一个系统什么时候动量手痕 OK 刺激等于反应 刺激 Sumation F 反应 MA 或者我把它写成为 D M V DT 也可以嘛 等于Sumation F MV是什么 就是动量嘛 假设外力 和等于0的话 那是不是 这个的对时间的微分 要等于0 那是不是代表 它对时间而言是什么 是常数 OK 我们或说 Momentum Conservation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解 牛顿力学 有的时候你方向式全部列出来了 结果发觉 位置数比方向式还要多 那你怎么解 你永远找不到单一解 你会找到很多个可能解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看 这个系统是不是不受到外力 假设是 你可以用什么 动量手 就像两颗球碰撞一样 有没有外力 没有啊 只有自己撞自己而已啊 所以这是动量手 对不对 那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用同样的这样方法做呢 可以啊 假设我让这个等于0 假设这个Lagrange里面跟Qi没有关系 Lagrange里面刚好就是跟Qi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 跟Qi有关系的这个Momentum本身就要什么 守恒 同样的道理嘛 我只是让这个等于0 那这个的微分比 那这个就要等于什么 常数 这个是谁 Momentum 看到那个Momentum 所以我们就会有conservation law OK if Y0等于0 partialLagrange partialQi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 partialLagrange partialQi dot 等于constant 它不变的 反应前反应后 它是不变的 我们一样也得到了 这个conservation law 非常棒